好,这个题目有点长,请耐心跟老师读完。 这个题目呢,准备了三个我们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知识, 然后呢,再进行计算。 好,我们先把这三个基本知识读清楚哦。 他说请阅读一下资料,并根据这些资料回答这个问题哦。 第一个基本知识,他描述了一个二进位的一个事实哦。 他说,现代人在运算和记忆的时候呢,习惯使用十进位, 我们十跟手指头嘛,满十进一,满十进一哦。 但是电脑呢,常常用二进位,为什么呢? 因为电脑以前在发明电脑的时候,电压不是很稳定。 所以我们常常利用什么,有电或是没电,来表示它的情况。 或是高电压,低电压,所以我们用二进位来表示,会比较容易辨别一点哦。 所以当年这样做,我们就一直演进到这样, 虽然我们现在对电的一个控制比较精准了,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用二进位哦,电脑里面还是用二进位来储存数字的。 他说一个二进位数字呢,每一个位数呢,只能是零或是一。 为什么呢?因为既然是二进位,满几要进一啊?满二嘛。 我们十进位就满十进一,所以每一个数字呢,比如说八九三, 你们不会看到十的,最多最多每一个数字, 每一位数只能顶多到九,因为满十就要进一了嘛。 好,所以十进位最大的数字呢,就是九了,对不对? 二进位最大的数字就是什么?就是一嘛。 好,所以一个位数呢,顶多只能是什么?最大能百一而已。 这是在二进位的情况下,底下呢有举例啦。 好,比如说一零零一零这样的一个数字呢, 它如果是用二进位来表示的话, 这个右下角这个二,它后面又解释了哦, 它是代表的是一个二进位的数字。 好,所以如果今天六五四三,好,这个数字右下角括号有一个七, 代表的是一个七进位。 好,当然十进位我们就不写了哦,你写或不写, 其实无所谓哦,一般预设而言我们都是十进位, 我们就不写了哦,这就是七进位, 七进位能够用的最大的数字就是谁?六,对不对? 因为满七就要进一了嘛,目前位置应该还可以哦。 好,那这个二进位数字,继续看咯。 十进位数字八九七五七可以理解成七个一五个十七个一百, 跟九个一千,跟八个一万来表示, 所以加起来就是原来这个数字, 不知道同学有没有看得清楚哦, 这句话的意涵,老师用直式来跟同学说明一下, 这句话到底要讲什么哦, 比如说八九七五七, 我们重新写一遍哦,八九七五七, 好,它可以看成什么,每一位数把它拆开来, 这个八呢,就是八,后面跟着四个零, 就是八万的意思。 好,这个九呢,实际上是九千,对吧? 这个七放在中间这一位代表是七百的意思。 所以我们十进位呢,用阿拉伯数字来呈现, 根据这个阿拉伯数字所摆放的位置,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哦, 摆放在最右边的,它就是一个个位数, 又二的十位数,百位数千为万位, 意思类推,对不对? 好,所以呢,这个万位就是八万的意思。 好,所以这个八呢,实际上是一万的系数, 对不对? 因为后面跟着四个零,就十的四次方, 对吧? 所以就是一万的系数, 这个九呢,是一千的系数, 七同样的是两个十一百的系数, 一个十的系数是五, 那这个七呢,我们要看成谁? 谁的系数啊? 十进位,老师把一归写成十的零次方, 代表它是十进位,可以吗? 好,所以呢,从后面数过来, 零次,一次,二次,三次,四次, 就是八,是十次方的系数, 四次方的系数, 好,四次方,三次方,二次方,一次方, 零次方的系数,是这样的一个意思。 所以全部加起来, 就是原来这个数字的意思, 对不对? 这是我们十进位真正的意涵, 好,继续往下看哦, 第一个还没讲完哦, 他说,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理解一个二进位, 并将二进位数字呢, 转换成十进位, 后面也举一个例子, 比如说刚刚举这个110, 这个数字转换成十进位, 怎么转换呢? 可以理解成什么呢? 老师也用刚刚的方式, 用直式来把这每一位数拆开, 请注意看老师的写法哦, 好, 一呢, 可以把它拆开, 后面都把它拆成零哦, 好, 第二个一, 后面也都跟着零, 好, 这个零就不写了, 好, 倒数第二位, 这个一, 也把它拆开, 其实整个数字只有三个一嘛, 对不对? 好, 分别去看, 每一个一它到底是谁的系数, 因为我们现在是二进位, 对不对? 好, 从最左边, 最右边数过来, 零次, 一次, 二次, 三次, 四次, 所以它是四次方的系数, 好, 这是哪一个系数啊? 好, 少一位嘛, 是不是三次的系数? 好, 这个一是零次一次, 二的一次方的系数, 好, 我们把它展开, 这样写就很直观了, 好, 传闻十进位就简单了, 二的四方十六嘛, 一个十六跟一个八加起来就二十四, 二十四再加上一个二呢, 就是二十六, 所以呢, 原来这个二进位数字转换成十进位, 就是二十六, 有没有? 算给你看了, 把它加起来, 老师是写成直式, 他这边是写成横式, 好, 这是十进位的二十六, 这没有问题, 好, 这直式来写可能会容易一点, 好, 这是第一件事情,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件事情说什么呢? 他说log2是一个十数, 那没有问题的哦, 更进一步说呢, 它是一个五里数, 什么叫五里数呢? 就没有办法写成两个整数的三, 如果你把它除出来的话呢, 它小数点后面不但无限位, 而且不循环, 对吧, 不循环的无限小数, 是一个五里数哦, 如果我们可以, 他说我们可以利用反正法来证明它是一个五里数, 这个不是重点哦, 在实物上呢, 我们会取log2的近视值为0.3010,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四舍五路到小数点第四位的结果, 好, 因为我们只取到四位嘛, 它既然是五里数就小数点后面无限多位啊, 而且不循环, 你没有办法用循环节来表示, 因为它不是循环小数哦, 但我们只是节掉它的有限位的话呢, 那只取第四位, 第四位0是必要要写的, 来指示了什么, 它取了四位有效数字, 对不对, 取了四位小数哦, 所以最右边那个0不是写好完的, 还表示我们取到第四位, 第四位是0嘛, 对不对, 好, 是这个意思, 好, 再来我们看第三个它要我们知道的事情, 位元呢是电脑资料里面最小的储存单位, 好, 也就是说一个电容, 充电或是放电, 充电或放电这样的意思哦, 好, 或是高电压低电压, on或是off这样的意思哦, 那一个位元只能表示两种现象, 对不对, 好, 有电没电, 高电压低电压这两种现象嘛哦, 那只能表储存二进位的一个位数, 对吧, 在不特别将数字编码或压缩的情况下, 也就是维持数字的原貌, 那一个n位的一个二进位数字呢, 需要n个位元来储存, 可以底下有决例啦, 什么意思呢, 好, 比如说刚刚我们计算的这个二进位, 换成十进位是一个二十六, 对不对, 但原来在二进位表示的时候呢, 是不是需要一位, 两位, 三位, 四位, 五位, 对吧, 五个位元来呈现这个二进位哦, 好, 一二三四, 好, 准备了五个空格, 这个让它有电, 有电, 没电, 对不对, 零就是没电嘛, 这个又有电了, 好, 来表示这样的一个现象, 好, 老师用有颜色的情况来呈现好了哦, 好, 如果今天, 好, 如果今天, 好, 有五位数, 这里呢, 有电, 有电, 这没电, 对不对, 有电, 没电, 好, 有五个位置的通电或放电的情况来记录这个数字, 对吧, 需要五个位置, 好, 需要用到五个位元来储存这样一个二十六这样的数字, 电脑就是这样储存的哦, 好, 如果在, 如果用过光碟的话, 就是什么, 有磕, 好, 有雷射有挖一个洞, 或是没挖洞, 好, 这样的现象哦, 好, 那在硬碟里面可能是通电, 就是北极或是南极, 磁铁的有南极北极两种现象嘛, 是北极或南极来表示什么, 一或是零这两种现象, 总之, 这样的一个二进位数呢, 要用五个位元来呈现, 好, 这是第二件事情题目要我们知道的哦, 好, 第三件, 好, 根据以上的资料呢, 现在有一个十进位数字, 这个十进位数字是不是很大, 多大呢, 一后面是不是跟着两百个零, 好, 所以它是一个两百零一位数哦, 好, 它是一个十进位的两百零一位数, 同意吗, 非常长串的一个数字, 那好在它后面都是跟零嘛, 所以我们用科学级来表示最简单的, 如果要将这个数字呢, 用上述的方法储存在电脑里, 电脑只能用什么, 零或一来表示啊, 好, 那需要几个位元来储存呢, 好, 那如果今天它要用二进位的方式来呈现的话, 我们想知道的是, 它到底在哪两个二进位之间, 比如说, 刚刚这个数字, 题目取了这个, 它有一个110, 这个数字为什么需要五位数呢, 因为它最小的一个五位数是谁, 是最左边摆一, 右边如果都是零的话, 它就是一个最小的五位数, 的二进制的五位数, 对不对, 好, 这个数字呢, 应该就是一个二的几次方, 零一二三四, 二的四次方, 对不对, 所以只要比这个数字大, 它就一定是一个五位数, 好, 那不能到六位, 对不对, 好, 最小的六位数是谁, 二的五次方, 对吧, 不能再进一位了嘛, 如果后面通通是一一一一, 那还是五位啊, 如果你再加一进去, 是不是进进进进, 进到这一位, 进到这一位应该是, 零一二, 三四五次方的系数咯, 是不是不能到二的五次方, 二的五次方就是最小的一个六位数, 好, 二进位的六位数, 对不对, 所以只要在这两个数字之间的, 都是二进位的五位数, 同意吗, 理解了数字小的, 我们再来去分析数字大的, 好, 到目前为止应该还好哦, 好, 我们来看数字大的哦, 我们想要知道, 它到底能够用一个二进位来表示, 是一个几位的二进位啊, 好, 如果它真的用二进位表示的话, 它应该可以写成什么, 很多个一零一零一零这种东东, 做得出来, 对不对, 好, 那我想知道的是, 最小的那个, 也就是说这里摆一, 后面通通摆零, 那只不过就是最小的这个N位数, 对不对, 假设它是一个N位, 二进位的N位数哦, N位数哦, 好, 那最左边这个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, 零次方, 一次方, 二次方, 意思到谁, 应该是N减一次吧, 好, 它是N减一次的系数哦, 好,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, 后面通通摆零的话, 它是一个2的N减一次方, 这样的一个数字, 同意吗, 好, 如果你再进一位的话, 就爆掉了, 对不对, 所以要比再进一位那个数来得小, 所以小过谁啊, 2的N次方, 对不对, 好,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N位二进式, 二进制的数字的话, 它能够显成这副德性吗, 我们现在找的就是这个N, 对不对, 好, 它是N是多少, 所以我们要使得这个数字, 用两个2的密次方把它夹住, 怎么样夹呢, 它是十为底, 所以我们要换成二为底, 是不是就可以了, 十为底怎么样换成二为底呢, 题目是不是有一个资讯啊, 刚刚在读题的时候, 我们有一个log2, 对不对, 它说log2的近视值是谁啊, 0.3010, 对不对, 也就是说你转换成十进制的话, 这个2其实就是谁, 十的0.3010次, 是不是这个意思, 对吧, 好, 看懂了哦, 但是我们要把十的层面转成二的层面, 所以我们现在呢, 把这个指数除下来, 是不是两边同除, 指数同除0.301, 是不是就可以了, 所以一个十就可以写成2的0.3010的导数, 好, 所以呢, 根据这样的一个资讯呢, 我们就可以把刚刚这个不等式转换成二为底了哦, 注意看哦, 我现在把这个十为底转换成二为底, 好, 刚刚有个讯息啦, 十, 一个十可以转换成几个二, 0.3010的导数, 对不对, 好, 所以我把底下这个十已经换成它了, 它就是十咯, 好, 但是还要再两百次, 对不对, 好, 把这两百呢, 乘进来, 就是两百再除以0.301, 好, 0, 好, 除起来大概多少呢, 同意自己除咯, 这个指数除起来的结果, 好, 大概是664点多, 好, 大概是664点多, 好, 所以它是一个2的664点多的一个这个数字, 对不对, 它是介于哪两个2的并次方之间呢, 应该不到665次, 对不对, 所以这个n应该是665嘛, 那减1之后这个就是664, 对吧, 所以它到底是一个几位数, 我们刚刚说假设一开始这个数是n位嘛, 它应该就是n啦, n就是我们要的答案啦, 所以它是一个几位数啊, 665位数, 对不对, 好, 意思说, 你要010101表示的话呢, 它应该有665个0101这样的数, 组合出10的200次方, 对吧, 好, 10进位200个, 201个数就可以来表示啦, 但是你用2进位来表示, 是要660几个数字来表示, 所以10进位来表示数字呢, 是比较有效率的, 不用那么多位嘛, 对不对, 但是电脑呢, 没有办法辨识这么多种等级, 所以我们只能用01两种数字来表达数字, 好, 所以电脑都是用2进位, 好在电脑运算速度非常快, 好, 所以呢, 我们不需要去管它, 到底它这么多个数字要怎么去处理哦, 我们只要理解它能够这样子做转换就可以了哦, 这一点我们就分析到这儿咯,